我这一伤啊 所有的事全落你一人头上了 小野逼得又紧 我怕你扛不住 你呀 还是小心你的伤口 别感染了 没事 每天到医院坚持换药就行了 你跟我妹妹聊得怎么样 我跟小凤 就随便聊聊家常 你聊家常 谁信啊 你不会怀疑他吧 天雄 我问小凤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一直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能明显地感觉到 他肯定是特意在回避什么 我看你是被你那老师给逼的 神经过敏 天雄 小凤平时上下班的时候 走的是哪条路啊 他经常是穿过长帮路 然后再走一段静安四路就到医院了 你不会已经派人盯上他了吧 我自然会采取措施 怎么 你这心里又不痛快了 他还是个孩子 他还是个孩子 可是现在静安四路 已经开始全面搜查了 静安四路上住的都是高官和日本人 那一户也不能错过 万一冲突起来 你收拾得了局面吗 你别忘了 我们有小野的特别命令 小野 这个想忙一包 好 已经死了 眉强了 灭在哪里 绝静安四路上 快 修总 快點 師父 就這個門 來 謝謝啊 師父 好 來 師父 停車 師父 哥 哥 你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 这是谁啊 你被人跟踪了 坏了 这家伙没气了 那怎么办啊 林梅要发现这人失踪了 会加重对你的怀疑 小枫 这两天你机灵点 对了 你怎么着急到这儿了干嘛呀 林梅已经找到了 我谈话了 我觉得他开始怀疑我了 我刚才从医院出来 路过静安寺路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在那儿 布了好多暗哨埋伏 我这不担心你们吗 我就赶快过来报个信 你确定是特别行动客的人 错不了 阿燕他们在吗 不在啊 什么 坏了 阿燕和纳如烟他们肯定去 老程相接去配钥匙了 这个阿燕我跟他说过了 不让他带纳如烟区呢 那他们会有危险吗 我去找他们 对了 小枫 林梅很有可能去查你们的医院 你赶紧回去 别让他怀疑你 哥 你也得小心点啊 急了点 去吧 我这胳膊都快疼死了 你说我整天拉着你们满世界跑 真够苦命的 你力气大 难道让我拉你吗 哎呀 这年头啊 好人难做呀 尤其是在你这儿费力不讨好啊 你怎么知道你不讨好我啊 哎 你在我心里永远是大好人 嗯 这话我爱听 我跟你说啊 这世界上都不相信我佐良 只要你阿燕相信我 我就吃足了 哎 别说了 嗯 走吧 去哪儿啊 可可出来了 快走 惠子 家带子 我姐姐来接我了 惠子大美人 改天我再约你和小野君见见面吧 再说吧 齐田君一大早就出远门了 我一个人在家里怪冷清的 晚上你有空一定过来陪我啊 嗯 钥匙的阴谋弄到手了吗 在这儿呢 真有你的 我以前低估你了 说实在的 弄到这东西实在太险了 我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没关系 等见识你天红哥 让他好好地安慰安慰你 哎 天红哥去哪儿了 他去办其他事了 等你回到什么路就能见到他了 你见识他 你再把你那些惊险的故事 详详细细地跟他说一遍 他保证特心疼你 你能不能别那么多废话 车拉得那么慢 我拉俩人哪 要不你拉拉试试 我全家乱区 都知道他 炳下 零水 还跑 随便 很重 是 这等待闪 вы 我别说 拉那么长时间车 还挺有点饿 小二 三碗馄饨 四龙汤包 好嘞 四龙汤包 我们就暂时避一下 你要这么多吃的 我拉了这么长时间车了 吃几笼包子还得挨你妈 做人也太悲哀了吧 别悲哀了 我得让给你吃 你当我是猪啊 我不吃猪肉 看看你这话接 满足人不吃猪肉啊 那倒不是 就是习惯而已 有一次慧妈给我煮了一锅猪肉 她骗我说是羊肉 我吃了一口吐了半天 连黄水都吐出来了 就为这个 我跟她一天都没说话 现在想起来 还是挺后悔的 什么这是 我想慧妈了 好几天都没她音讯了 你别难过了 咱们什么事都得性命 你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 为什么这几天都不提 旧贵妈的事呢 你看啊 咱们上一次啊 差一点让他们一锅给端了 特别行动科 又不像你们家 说进就进 说出就出啊 那你们也不能看着她 落难而不管呀 关键问题是 我们也得管得了啊 照你这么说 你们连一个老太头都保护不了 还怎么保护那个珍宝呀 你能不能不跟她争了 快吃吧 你们在这儿待着 我去看看这帮黄刀烙族走了没 不是 你别着急 这馄饨还烫嘴呢 走吧 小二 钱就放这儿了 快走啊 别人湿了 走了 以后您再有什么需要 尽管到我这儿来 您慢走 怎么样 惊什么 你别嘚瑟了 走吧 好 来 来 你们 让我吁到鑰匙 你 你 你们请回吧 这頭鑰匙我赔不了 八嘎 不配鑰匙 我在敲毙你 太军 我师父忙 过不上 你要不要受我先拿着 等醒下来的时候 再给你配 再给你配 八嘎 她在不尊重黄军的干活 再走 去 走 后 我給您配還不行嗎 先生 請等一下 您好 小姐 請問有什麼可以為您效勞的吧 先生 我想請這位師父 給我配一把鑰匙 您可不可以把它留下 給您添麻煩了 那好吧 非常感謝 你是日本人 我不 她是日本人 別逃了 這種鑰匙我配不了 您那還沒看呢 怎麼就說配不了呢 你 你是中國人吧 我師父他不給日本人配鑰匙 為此得罪了不少日本人呢 我知道 師父 那我要配鑰匙 姑娘 是你配 還是給這位日本小姐配啊 是我要配 以前我都是 客人拿鑰匙來配的 我還從來沒有 還找母子配過鑰匙 恐怕我配不了 對面還有一家 你們到那去看看吧 也許這扇門的背後 就是藏匿的國寶的地獄 这扇门很可能就在 景安四路加198号院内 师父 我想配钥匙 小姐 虽然不是原版的钥匙 但我有办法配 请您耐心地多等一会儿 您多费心了 这姑娘真可怜啊 小姐也是 那慧妈死了 你还非得瞒着她 你呀 跟那个陆天红是越来越像 不瞒着她怎么办啊 我们这是在办正事 万一被她知道的真相 不等于捅了马蜂窝吗 这活还干不干了 是 你说这宫里边那格格 是不是都跟她一样的脾气 也许是吧 刚才她在钥匙店 还打抱不平呢 自己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还忙别人的事 她倒是个好心肠啊 我过去 你在这儿等着 小姐 配好了 您辛苦了 给 谢谢啊 如果不好用 你拿回来 我给你重新配 好 快 走 快 走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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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准备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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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常会的别的 咱们都是老百姓 你会怕 快点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我现在在这里 中国和朋友们一起买东 请不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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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拿鸟鱼 对不起 这位小姐是日本人 她听不懂中国话 等会儿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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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别跑 追 追 住 把这儿放下 放这儿我开枪了 放下 我数到三 一 二 三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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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阿燕 一定是阿燕 把咱们那地址 泄露给别人 要不然那地儿 没人能找着 东西一样没丢 阿宝都死了 那人干嘛去的呀 这还用问 肯定就是冲咱们俩来的呗 这三番五次 跟咱过不去的人 到底是谁啊 你不会真的怀疑阿燕了吧 在没有更多线索的时候 阿燕就是最大的嫌疑 你不是说 只有他 知道咱仓库地址吗 不行 我得找机会会他 干嘛 我告诉你 反正阿燕是我的朋友 这些年他没手让我赚钱 你说阿燕把咱们那个地址 告诉别人了 你有证据吗 我告诉你 你可别树敌太多 不管怎么说 他是曹邦的人 曹邦 曹邦怎么了 他爹不照样 让县民队给干了 曹邦早过时了 你根本就没必要拿他来吓唬我 我凭什么吓唬我 我只是觉得这几天你变得越来越神经了 一会儿怀疑方雪红 一会儿怀疑阿燕 你 你怎么就跟女人过不去了呢 你要这么说呀 我还真就觉得是阿燕偷听我们谈话了 证据 不需要证据 这是直觉 你 直觉你个屁股 行 那我现在给你找证据去 啊 那副还能用吗 换上这副 快点儿 来 喝口水 压压惊 你说刚才那移动打真厉害啊 他们肯定见过你 你刚才差点被他们认出来了 不过那枪打得真是准啊 你得把我吓了一大跳 开门去 谁啊 你没事吧 没事 刚才你在老陈相吗 我在哪 天空哥 你的枪法太准了 一枪就把那个人给干掉了 不是 那枪不是我打的 不是你 那会是谁呢 我觉得 一定是有人暗中协助我们 那天蓝眼 也是被窗外射进来的子弹打死的 那个人 对咱们所有的行动了如指掌 你说 那人他不会是冲着宝物来的吧 那就说明除了日本人 还有别的人想要那个盘子 你可别忘了 重庆方面跟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 我倒觉得不行 不管怎么样 我得马上回去 赶紧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然后交给夏伯伯 夏老板 交给夏老板干什么呀 不是咱们说好了 约法三章好了 这东西拿到之后 不是把它卖掉吗 卖掉之后坐地分城啊 你想得美 那东西是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国宝 我们有责任保护它 没见过你们这样出尔反尔的啊 刀子阁下 请您过目 夏公达的父亲 清末在朝廷做过武官 是的 夏公达的父亲 是二十年前去世的 在这期间 他从北平搬到了上海 但是其中 有两年 曾经是住在东北的凤天 夏公达去过凤天 是的 可资料里没有具体的记录 他是什么时候去的 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二二年 马上联系凤天的情报机关 让他们赶快踏出夏公达 在凤天这两面 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这批文物 马上就要运回日本了 这批文物 可都是中国的国宝啊 日本人 不知道他们的价值 此事 也绝不能让夏公达知道 如果让他知道 那就麻烦了 万一 他再把消息透露出去 那局面可就不好收拾了 我们要不要派人监视夏公达 再时还不用 我已经和黄启爷打过招呼了 让他多留意夏公达的行走 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 另外黄道会在上海的势力很大 这件事与其我们出面 倒不如让黄启爷去办 更合适啊 你去哪儿 放开我 骗子 你们这群骗子 弄了半天 你们是在利用我 是你们想要占有他 我恨你们 也恨你 你误会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你还在骗我 他刚刚都已经说了 你们想要卖那个东西 你们根本就是 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不良 你开门 行啊 行啊 谁啊 是我 我是谁啊 不是不是 你是谁啊 我是天红的朋友 是你 来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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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董 小刘 天红 我终于找到你了 是啊 我也早日盼着跟你们见面的 上级派我来 是要我迅速跟你取得联系 要我协助你 去寻找流落在上海的一件文 我们已经知道 那件国宝的去处 这就是国宝的主人 这两位是我的朋友 为了那件东西 他们义无反顾地 跟随我闯到在生死线上 现在 我不能再隐瞒你们了 实话告诉你们 我是共产党的人 我的真实身份 是新四军的指导员 来上海的目的 是营救陈平夏的同志 然而在救他的过程当中 无疑地发现 日本人企图掠走 格格手里的国宝 所以我才决定留下来 尽一份自己的义务 现在 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的真实身份 左梁 你现在可以 递了着我的脑袋 去宪兵队领取赏金 但是格格手里的国宝 是国家的财富 谁也不能私自占用它 等战争结束了 我们就把它送到 应该属于它的地方 过去 我对大家隐瞒了实情 现在你们知道了尊项 你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我绝不反对 你们都看着我干吗呀 又把人看扁了是不是 什么分成不分成的 我这人没这么贪心 这原来 你是共产党啊 这怪不得这么帅呢 我就知道你不是普通人 老容院 最想你放心了吧 天虎 你说吧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干 是啊 你说吧 我们都听你的 刚才我错怪你们了 没想到我会遇到你们 遇到你们这么一群好人 快点快点 跟上 快点快点 跟上 快点快点 跟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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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去 你叫我回来干嘛 我发现我们遇上高手了 什么意思 我的一个眼线 在苏州河边上 发现了一具尸体 死的是谁啊 来人告诉我说 死者可能杀死 那我们得去看看 那是得去看看 现在离启运的日期 越来越近了 可是那个磁盘 至今还是没有线索 也不是没有线索 只不过是让特别行动科 那帮饭桶搞砸了 直到我们没有丝毫进展 特别行动科 在金安寺一路布置了暗哨 是不是把那批文物 转移到仙兵队来 更安全了 不 文物放在吉田教授那里 很安全 吉田教授那里很安静 便与他搞鉴定工作 另外 吉田教授是个学者 文物放在他那里 更便于掩人耳朵 如果我们大张旗鼓地 往宪兵队运东西 只会暴露我们 我明白了 左腾军 你明天去趟惠康医院 林美他们正在那里进行调查 进展太慢了 你去给他们施加点压力 必要的时候 杀意敬拜 好好地教训一下那些 知人哪里 是 大左阁架 傍晚前 老乘乡间发生了枪战 什么 老乘乡间 怎么样 那尸体就在船上 长得像阿四 要看 其他地方 ullaby 傅 你 他一直抽这牌子的银 辛苦了啊 不用不用不用 拿着不用 这是你的酬劳 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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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的菜多了 该歇下了 快走 你可真够狠啊 简直杀人不眨眼啊 阿四许调查佐良 是林梅交给我的任务 老公 非常喜悦 在家里边 竖国队 阿四 你们看 到哪儿 您看 他正能赴 您看 明天开张 开什么掌 我问你们掌柜的呢 我就是掌柜的 你是掌柜的 我看你胡说八道 走 你是掌柜的 好 你老是告诉我 原来那个老掌柜呢 不 搜手 他走了 他把这个店盘给我了 这不 你看 我的厨医找人收拾呢 盘给你了 你他妈骗谁了 他上午还在这儿呢 这是中午的事 上午的时候 他突然找到我 说愿意把这店盘给我 签了合同就走了 你知不知道 那个掌柜的去哪了 就 我不知道 他住什么地方 这 这我不清楚啊 但我知道 他是苏北人 他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 已经有两个时辰了 行 就算你说的是实话 可这事不算完 如果我知道你有半句假话 我饶不了你 不敢 我不敢 坐好 坐好 这 什么东西 你去盯着他们 我去报告彭伍 好 庞队长在里面吗 我在 有事 队长 我一直盯着陈氏兄弟 结果 我发现他们在找一具尸体 尸体 谁的尸体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等他们走了之后 我下去看了看那具尸体 我发现尸体的下巴上 有块很大的黑痣 那他们认出来了吗 估计是认出来了 他们哥俩临走的时候 把捞尸体的那哥们 给捅死了 这里边有事啊 你尸体啥事 这事不能让林梅知道 不行 我得赶在他们之前 把尸体处理了 你先下去 是 哥 你应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 你看啊 那个月圈楼的掌柜失踪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当时我们的谈话 确实让人给偷听了 而且那掌柜和那跑堂的 恰恰是目击者 要不然他们不会这么短的时间 把店盘给别人跑了 行了 你别光弄些玄乎的呢 你不就是在怀疑阿燕吗 这阿燕 左梁 还有那陆家老二 应该是一伙的 那他们是不是也在寻找 那间珍宝 这我不敢断定 但多少应该有些关联吧 要我说 干脆把这事捅给陆天雄 让他们哥俩掐去 你捅给陆天雄 他们让日本人抓得到简单了 可东西呢 东西在哪呢 他们能告诉咱们吗 哥 现在是箭在弦上 功都拉满了 就等一个好时机放箭了 不过 又怎么了 又怎么了 方雪红 她可知道咱俩的计划 那 你说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不是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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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兄 咱们走吧 好 先来